哈喽 亲爱的小伙伴们 大家好 今天的趣味煎饼呢 是关于卡通字母人加彩虹朋友的 第一个呢 是红朋友和卡通字母A 相加的 那么得到的就是一个 红朋友版的卡通字母A 穿着这个白大褂 整个身体呢 是红色的 其实原本它也是红色的 用实用的 颜料 将它做出来 然后呢 把它翻过来 这样的话 沉入盘子当中 就得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 卡通字母A 和红朋友的结合版本 那么得到过后呢 接下来我们又继续的一瓢化葫芦 看一下这个是卡通字母B 和 和他颜色相近的 这个男朋友呢 进行一个结合 同样用可食用的这个颜料呢 来进行一个 绘质 然后微微起泡 将它翻过来 虽然表面的有一点糊 但是呢 这个效果还是出来的 很多小伙伴们一看了就知道 头上还带着一个小皇冠 非常的可爱 好了 接下来呢 字母C是金黄色的 那么里面的黄朋友啊 这个黄小鸡呢 他也是可以跟他来进行一个 结合的 毕竟颜色大差不差 然后呢 稍微把颜色给他弄的更加的深一点点 这样的话 将他反过来 把牙齿露出来 这样的话就可以当他来到正面的时候呢 就能得到一个 朝着右边的C了 眼睛部分呢 在他的 左上方 大家看一下啊 卡通字母A B C的结合版本已经搞定了 接下来字母F 大家有没有人知道下面这个彩虹朋友是谁呢 大家看一下啊 有人知道的 记得在屏幕下方留言 他和这个字母F的组合呢 就像是一个牛魔王一样 让字母F的头上呢 增加了这个牛角 增加了他的一个特征 但是呢 仔细一看啊 更多的还是跟字母F的造型呢 是比较相似的 好的 伙计们 接下来继续 接下来是三维一体了 三个组合 字母G和 绿朋友 还有我们的玩家来进行一个结合 那么结合出来的效果 大家看一下 绝对是一个非常搞笑的 旁边 然后呢 整个身体呢 用到的是绿色的 可适用颜料啊 也就是用到绿色来点缀 然后翻过来 大家看一下啊 他们三个的特征呢 好像只保留了两个 因为这个确实有点难 这样的话也是算OK吧 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字母N和这个 呃 陈朋友来进行一个组合 那么字母N身上的颜色跟陈朋友呢 比较相似 但这样主要的这个颜色还是以陈朋友为主 要不然的话 大家就看不出来了 大家有没有注意一个细节啊 他的眼睛变了 陈朋友 凸显的 最特别的位置就是他的眼睛 其他地方呢 看不出来 好了 字母N 过后呢 就是这个字母P 字母P和 粉朋友 因为他们同样都是这种粉色 所以呢 这里是有这样的一个造型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造型是 以 字母P为主 粉朋友的 上面的眼睛呢 到他的身上 还有他的牙齿 做了这么一个调整 好的 一样 微微起泡过后呢 翻过来得到了这样的一个造型 那么接下来呢 是字母W和 子朋友呢 进行一个组合 W为了让他更加的 贴合子朋友 所以呢 他身上的颜色呢 基本上用到的就是这种亮子色 然后呢 再让他微微起泡 将他的眼睛左右部分呢 做成这种圆形的 这样的话就跟 啊 这个子朋友呢 是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了 大家一看眼睛就知道 一看牙齿呢 也能明白是怎么回事 好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关于这些彩虹朋友 和 卡龙字母人的一个经典组合 那么小伙伴们 你们更喜欢谁呢 觉得谁做的更好呢 欢迎大家在屏幕下方留言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下期经济继续 拜拜